好,各位读者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阅读人专题读书会 我们今天来读书,今天读的这本书叫做 斜杠思考 在过去有一本书叫斜杠青年 卖得非常好 而斜杠青年呢,它也延伸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那斜杠会不会是奸裁 会不会让你自己在面对工作的时候 反而没办法专心在你的专业上面 所以延伸更多的什么 更多的讨论 可是我们今天呢 要来面对斜杠 只是这斜杠不是工作 斜杠是你的大脑 如何创造你的大脑有更多元的想法 有更多的切入思考点 那我们今天要从这本书一起来带大家讨论 而甚至我们今天有几个辩论题 将会邀请大家 可能站在站方或反方方式跟我辩论 或者是我们邀请读者跟读者之间彼此辩论 这辩论不是笔站 而是我们透过辩论形式 一起来动脑思考看看 有嘉宁说 哇很喜欢这本书 对有人说 今天没音乐吗 因为我们的专题直播啊 如果放音乐就很难再上传到YouTube上面 因为音乐它有一些规范在 所以它没办法放音乐 没办法放音乐 好所以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咯 好那进入今天的主题的时候 有第一个问题要问大家 你有没有听过或者读过戴伯特呢 有没有听过或读过戴伯特呢 就这个办公室的小人物 可是其实说小也不小 因为它后来非常鼎鼎大名 非常非常的知名 所以有没有听过呢 如果听过的话 欢迎留言加1 完全不知道这号人物留言加2 我们看有多少人是加2 或有多少人加1 嗨妹晚上好 俗人晚上好 有一些人听过 我来看有没有人没听过 有听过没读过 直播直报 有人读过 有有有 佩玲没有 佩玲没有 慧卿也没有 好那戴伯特呢 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国际人物 国际大明星 因为他是一个画在 就是他是一个漫画 他画什么呢 画职场各种 光怪离奇的事情 各种莫名其妙的事情 他把职场生活 用很风趣的方式 画了出来 而引发许多人的共鸣 引发许多人的共鸣 而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本书呢 就是由 这位戴伯特的作者 亲自所写 然后钢铁人伊隆马斯克 还曾经说过啊 如果公司有哪项政策 曾经被画进戴伯特的漫画当中 他们就必须要放弃 这项政策 以免会怎样 以免被沦为画柄 所以这是戴伯特的传奇地位 传奇地位 然后我们今天呢 就要进入这个传奇地位 而他的创作者是 思考课亚当斯 他说我们现阶段很多学校 是很早在教思考的 而延伸的后果是什么呢 延伸后果就是 很多学生出了社会之后 就成为用书家思维在过生活 书家思维在过生活 所以我们待会呢 也会跟大家分享 什么是成功思维 什么是书家思维 以及包括如何让书家思维 转换成为成功思维的方法 所以我们所介绍的书名 就叫做 斜杠思考 开启大脑的多值潜能 让你思考像个全才 全才 所以如果你工作 没办法全才 没关系 大脑一定要有全才 所以欢迎你为今天内容按赞 并且转分享 透过分享 让我们进入这个 动脑之夜 学习的美好夜晚 学习的美好夜晚 好那来介绍这本书的作者 作者叫斯陶克亚当斯 他是呆伯特的创作者 也是史上最红的连环漫画之一 他本身呢 在科技产业待了16年 包括服务国 包括什么 克罗克国家银行 以及太平洋贝尔公司 所以其实借我们风趣的打趣说 他画的漫画 会不会就是他过去 在这16年当中 职场所经历的事情呢 而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网路上搜寻 其实他有介绍 他的内容知识 的内容来源 是来自于哪里 而延伸后来 他就成为一个全职的漫画家 也创造了许多 非常有名的著作和作品 对 非常有名著作和作品 史考特亚当斯 好 所以他说要为自己 打造赢家的世界观 我们不一定要成为全才 可是思考要像个全才 所以你为今天内容按赞 这也是一个全才的开始 好 那我们接着要有一些 考验题 邀请大家一起来 思辨一下 科学家曾经预测过 人类即将 耗劫 那个什么 消耗掉地球的多数能源 能源危机即将来到 你认同吗 A认同 B不认同 好 欢迎你先写下A和B 然后接着如果 你的手机 打字速度够快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 为什么 你认同还是不认同呢 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 跟我们一起交流分享 你觉得我们地球资源即将耗尽吗 你认同还是不认同呢 好 目前A认同认同认同居多 有没有人不认同的 有没有人不认同的 哇 军军去旅行 刚到家 好 所以多数人 我看目前好像多数人都认为认同 都认为认同 可是会不会有哪些能源 不会消耗到地球的能源的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呢 有没有哪些资源或能源 是不会消耗到地球的能源的呢 对 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动脑想想看 动脑想想看 其实如果啊 我们人类即将消耗 将消耗掉地球多数的能源 那么科学家就怎么样 就 就我们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一种现象 就是 有没有发现最近油价大跌 或者油价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 一直往上冲 好像我们过去听到石油危机说 好像预计在十年内 地球的石油就会用尽 这件事情好像并没有 发生 为什么呢 其实地球还有很多资源矿 是被保护 而没有被开放出来的 包括像美国有大量的油业盐 而且甚至能源的转换运用 现在还有很多新的可能 包括 使用太阳能 使用风能 使用地热能源 还有包括 现在还有什么 新的研发 是透过水 转换为新的能源的来源 所以啊 海水的潮汐也是能源 所以说真的 地球的能源即将全部耗尽嘛 有时候我们不能用 是认同或不认同 就做下最后的判断 最后的结论 所以 这要用另外一个多元思维 去看问题的本身 才不会让自己困在 二元论的世界当中 二元论的世界当中 好那延伸 我们那有个唐台另外一个 因为疫情而来 那有哪些部分很容易被忽略呢 在防疫的工作上面 有哪些部分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呢 A戴口罩 B按电梯 C签名的比 D则是其他 欢迎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思辨 动脑想想看 好 雨萱说 可是亚马逊森林和印尼的雨林 正在滥伐当中 俗敏说 油价跟大跌 其实跟最近疫情的确有点很大的关系 因为移动的 人类移动反而降低了 好 有人认为 戴口罩很多都没戴好 其实这一题啊 它基本上应该是ABC 甚至D都算 它并不是单一一个事件的现象 而我们在本书谈的什么斜杠思考 要带领大家思考就是 不要看单一角度就认为答案只有单一选项 有时候它是一个多元性的选项 包括戴口罩 就是 你有没有每次出门都有戴到口罩 或者你在戴口罩的时候 有没有摸到口罩的外面 因为它也可能是一个污染源 也就是一个污染源 好 按电梯呢 它也是很多人会触碰 然后据说有一个最毒的就是签名的笔 因为很多人去银行啊 或去很多地方办公 共用那支笔 其实没有很少在消毒的 所以变成会很多人持续的接触 因为你握笔就会大量的握 然后握完之后 你可能还要办公做事情 所以有一些那种什么 服务性的窗口啊 我觉得它们都是很伟大的 很辛苦的 因为它每天就 暴露在可能空气传染的 那个病毒的空气传染的威胁当中 甚至它如果是在柜台 其实也可能 在这过程当中 被有危机出现 危机出现 对 所以延伸起旋 也说 那个丢弃口罩也是问题 那个折望 则说开门也是 开门也是 所以基本上有很多很多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而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一个 这本书呢 斜杠思考 它要带大家做一件事情 就是打开你的思维 它里面也提到说 如果你要改变一个人 希望让他变得更聪明 请不要骂他笨 因为骂笨 他并不会想要改变 而是要给他们好的方法 让他们自己选择 选择用他们原来的老方法呢 还是尝试用新的方式 找到一条新的路 找到一条新的路 然后作者也提到说 其实很多人 他为什么老是用笨的方式 在过生活呢 其实因为他们卡在一个东西 叫做沉默成本 沉默成本 这沉默成本就是 当他把时间投入了 心力投入了之后 他不得不选择 而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哪些事情是沉默成本呢 例如感情 例如排队 然后也包括 还有很多人投入很多 沉默成本在可能 某些游戏里面 觉得自己已经获得 足够多的装备 现在把这游戏删掉 好可惜哦 好可惜哦 所以沉默成本是 让人困在那个 旧框架旧思维旧思考当中 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大问题 所以你是否有现阶段 也困在某些沉默成本当中呢 有些人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感情的 感情的沉默成本 还会两败俱伤 两败俱伤 就是哎呀 我已经跟他交往了 八年了 十年了 明明这十年当中 都过不太开心 可是现在分手 好像怪怪的 就变成单身一个人 或者你跟他已经结婚了 结婚了三年 四年 五年 你明确看到你们之间的关系 有很大很大问题 而对方也没有想要改变 可是你却因为可能孩子硬撑 或者因为世界的眼光硬撑在这段婚姻当中 这都是沉默成本 然后当然社会上还有很多政策啊 或很多 包括公司里面的制度 他都可能是沉默的成本 沉默成本 所以这些沉默成本呢 就要需要方法 给他一个好方法 不是骂他们 给他们方法 让他们思考 我该如何跳出这个框架 不要继续陷在这个沉默成本当中 对 学生说结婚就最大的沉默成本 是的 所以怎么样培养自己有多元思维呢 这本书呢 用八个角色 教你用这个八个角色去看同一个问题 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不是只有单一答案 或单一选择 就像我们刚刚丢下那个疫情的问题 就要告诉大家 不要只用单一思维 认为只有这件事情才是问题 没有 问题可大了 问题可大了 就像近期好像 我们知道英国被几乎世界各国都停班 因为英国的疫情好像升温 甚至有变形种 然后日本呢 甚至直接在 要直接锁国到一月底 甚至不确定一月底会不会开放 所以其实啊 这都是延伸有很多 我们要用不同思维 思辨观察这个世界的变化性 世界变化性 所以提到多元思维模型呢 其实就应该要谈这个人 叫查理蒙格 他是巴菲特的合伙创办人 也同时被巴菲特公认为 比他还要聪明的大使 查理蒙格曾经提到一个叫 鲁拉帕鲁萨效应 他这什么效应呢 这效应指的是 很多因素和力量相互强化 进而会达到一种临界点 并且使他彼此极大化 这指的简单来说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的遇到问题 并不是单一问题 它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而甚至多元思考模型 就是查理蒙格很早就提出的观点 他说我们要用多元思考模型去看待问题 才不会让很多我们遇到的小事 后来累积变成大事 累积变成大事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进入 我们这本书的主要重点 并且从这些重点当中 带大家一起来思辨 在书中我提到一个叫奥卡姆剃刀理论 奥卡姆剃刀理论 什么叫奥卡姆剃刀理论呢 奥卡姆剃刀理论就是 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复杂的问题 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最复杂的问题 而通常这简单的方式 很多时候是标准答案 很多时候是标准答案 而为什么要提到奥卡姆剃刀理论呢 因为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奥卡姆剃刀理论 邀请大家可以动脑想想看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是否都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 想得太复杂了 而进而没有看清楚事情的本质 事情的本质 好那我们接有一些辩论题 要带大家一起来思考 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 你是支持个人拥有枪支呢 还是反对个人拥有枪支呢 好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写下你的答案 你是会支持拥有枪支还是反对呢 你可以写支持或者是反对 支持或者是反对 如果你是美国人 你会支持个人拥有枪支还是反对呢 欢迎你可以在下面跟我们一起讨论和交流 在这疫情期间啊 然后陆续很多城市都要开始封锁的时候 听说美国人除了囤食物之外 还有同一个东西就叫枪支 枪支 好目前看到支持和反对的都有 可好像各半 两者都有 两者各半 有支持有反对 有支持有反对 对 可当然支持和反对 他各自有不同的切入点和立场 切入点和立场 就支持了这一派认为啊 因为美国地太大了 我们必须要自己保护自己 而甚至啊 有些时候 如果我遇到坏人 我可以用枪支 作为我的保命武器去反抗 所以有人如果侵害我的身家安全 进入到我的家里面 然后据传啊 我不清楚 这不是美国各州法律认同的 就是有人无故侵犯到你家里面 你是可以安全的防卫的 是可以拿枪射击对方的 就如果他那个亲门打后 来到你的家里面的时候 你可以 那个安全防卫的过程当中 你是可以攻击对方的 我不确定这个各州法律 是否都是合法的 对 可是有一派就认同这些部分 然后反对那一派呢 则是说因为枪支的泛滥 延伸我们知道 美国在近几年 或应该不是近几年 应该数十年 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校园枪击事件 就有一个学生 有一个同学被霸凌 延伸他要产生 他就产生一个极端和暴富的心态 回家把爸爸的枪拿来学校扫射 而也延伸很大的社会问题 很大的社会问题 对 属民说 有时候枪不是问题 人才是问题 对 所以基本上控制枪的那个人 才是主要问题 枪本身是一个工具 枪本身就是工具 对 学生说因为美国人所以支持 可是如果台湾人就反对 台湾就反对 对 不会有人说 美国地广人形 有些地方很危险 需要武器保密 好 可是啊 如果假设 现在那个什么 美国的总统 是由华人 有没有知道华人在某些时候 我们假设是一个台湾的 原本台湾人 他很保守 他决定要开始禁止枪支了 所以你开始担任 某一个禁枪组织的主席 你会如何让枪支杜绝呢 你会如何让枪支杜绝呢 欢迎大家一起动脑思考看看 对 Sindy说 拥有枪是一个双面刃 双面刃 对啊 甚至有一些社会新闻提到 那个 有小孩在家里玩 然后玩完没想到就枪支走火 攻击到自己 或者攻击到自己的家人 对 所以子弹不长眼睛 然后Sony说 因为坏人取得枪支很容易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禁枪组织 你会如何让枪支杜绝呢 有人会说先修法 有人会 有人说世界不同的 所以反对 如果你是一个禁枪组织 你会如何让枪支杜绝呢 枪支杜绝呢 好 其实在待会我们要来谈 关于枪支杜绝这个问题的延伸 扩大思考面 扩大他的思考面 好 禁止买卖 否则罚办 有人骑弯飞轮 从源头管制 可不否认会造成军火商的反抗 很大的难题 源头管制 源头管制 好 这里面呢 他在这部分呢 他提到一个 思考观点 就是任何你看到的问题 有时候不单纯 只是单一问题 结果他指的是滑坡效应 另外你认为 人们拥有枪 拥有枪之后 就可能 有一些人会 因为我们知道 人才是最大问题嘛 所以因此 某些人就会使用枪去做 滥杀无辜啊 或者做坏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不能拥有枪 其实这就是一个滑坡 把它持续把问题放大 放大再放大 可是延伸啊 作者提到另外一个观点就是 滑坡理论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不是看这理论的问题 而是要看 它会不会带来另外一个不同的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 这反作用力 刚就有人提到说 如果当枪支都禁止之后 所有合法使用枪支的人 没有枪支做自我保护 会不会反而是使那些恶人 能够透过枪来做更多非法的行为 而使一般 守法老百姓没有自我保护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工具 所以另外一个就要思考它的反作用力 使会不会延伸在不同的思考面向上面 产生更大的危机意识 更大的危机意识 对 有人说选举开票 民众拿枪围在开票所外面也很离谱 永枪者要服务社或当监狱御工 对 对 所以加重刑罚 施行管制作用可以也不大 其实在这一题 我们并没有要给大家真实说 最后结论会是什么 而是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内容 带大家一起动脑思考 因为今天这本书呢 书名叫斜杠思考 它要用不同角度 带大家切入 扩大 你所看到的观点 所看到的观点 所以进而你的视野就能够变大 变大 好那接着有一两个辩论题要来辩论了 就是 你如果这次不是用抽签的 因为我们如果大家知道有玩过辩论比赛 结果它可能有个签筒 抽到的人可能就要支持它那个论点 例如抽到那个什么 堕胎是合法的 堕胎是谋杀 它就会要用这个变题去回应 然后堕胎不是谋杀 大家要用这变题去回应 好那接着如果这是一个公开的辩论题 你会选择 作为哪一方呢 你会选择A呢 还是B呢 堕胎是谋杀 还是堕胎不是谋杀呢 好欢迎在下面跟我们一起讨论交流思考 我们在这个阅读人专题读书会呢 其实更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读 我们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动脑来读 动脑来读 所以如果现在有两个辩论题 A堕胎是谋杀 以及B堕胎不是谋杀 你会选择哪一个辩题来作为主辩方呢 主辩方呢 好欢迎跟我们一起交流分享 我们今天这些问题都还蛮值得动脑的 而且可以学习很多知识 所以欢迎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动脑 同时为我们内容按赞一下 好目前看到有人写A 有人写B 有人写A有人写B 好那接着邀请大家做一件事情 对 堕胎是谋杀和堕胎不是谋杀 如果你是这个主辩方 你会用什么论点来支持你所看见的 你会用什么论点来支持你所看见的 如果你认为堕胎是谋杀 你会用什么论点来支持你认为的这件事情是真的 而如果你认为堕胎不是谋杀 那么你又用什么论点来回应支持你的论点呢 好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写下来你的答案 可是Penny也说堕胎是谋杀 也可能不是谋杀 又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抽签怎么选择 通常在辩论赛是用抽的 结果你可能会抽到A或抽到B 一旦抽到之后你就必须要为这个论点去做辩护 所以欢迎大家在下面开始辩论 你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选择A 或者为什么你选择B 好 那个Chen说 新生命如果没办法好好养育 所以就支持堕胎 所以认为堕胎不是谋杀 然后子贤说 如果小孩不是在自己个人意志下怀孕的 所以堕胎不算谋杀 然后支持A的认为说 胎儿已经有生命有心跳了 然后有人认为堕胎不是谋杀 如果没办法给小孩好的环境 生下不健康才是扼杀孩子的人生 没有正常人生又何必害的孩子 这也感觉是一个蛮好的思考点 不过有人在下面问一个很大问题 谋杀的定义是什么 也有人分享 Alyse说 新生命也有人权 新生命也有人权 不过有人说 无法断定 不能用两句话来断定 不健康的胚胎 被性侵 所以到底堕胎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的呢 好 作者在这里面他提了另外一个切入点 他提到 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才会陷入二元论 然后就找不到路可以走 因为哪一方其实都对 而也延伸会不会哪一方 其实也都错 对也都错 对 可是像有人说 如果胎儿是畸形有问题 雌形堕胎就不是谋杀 可是如果他们生出来 就真的没有人权或至尊吗 大家如果知道有一个叫立刻胡哲的 他全身上下只有一个 小小母哥是正常的 基本上他没有四肢 可是他却依然也贡献社会 用他生命热情去影响世界 所以如果他本身肢体不健全 一出生就必须要把他抛弃 这样是合法的吗 这又是一个不同的思维和辩论 所以在书中提到说 例如拥护生命那一派就说 堕胎是谋杀 而拥护选择权那一派则是 只有在堕胎是违法的时候 才是谋杀 所以如果他不是违法 他就是合法 好 例如什么叫违法 例如如果他已经拥有心跳了 有一些周是拥有心跳 就不能做那个什么 或者是在几个月以前 都是可合法堕胎 超过可能六个月以上 就不能堕胎 所以有一些规范存在 规范存在 而有人认为这是 只要是有生命 当他成为胚胎的时候 你杀他就是不道德的 可是却又有另外一个人说 如果这个孩子 他还没办法独立存活之前 他就不算是生命 就不算是生命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很难 最后有一个共识和终结点 而最后只能会不断的 什么样辩论不休 所以无论你正常 赞成或者是反对 其实这很多问题 他就有点像是一个 双头龙 你站在哪一方都可能会被咬 都会被咬 所以啊 这里面提到说 这时候有一个做法 就是如果你要帮助自己 思辨一个问题 你可以用文字辩论 用文字来思考 透过文字 针对一个议题 用正方式反方式来看问题 来看问题 所以啊 这又是一个不同的切入点 就是当你遇到一个难题的时候 请用正方和反方的方式来做思辨 而且他建议你用文字 把它具体化 具象化 进而能够更清楚知道 你现在遇到的问题 可能在辩论之后 哪一方会胜利 哪一方会胜利 好所以这里面书中也提到一个叫48小时法则 我觉得读到这个就让我会心一下 我觉得这个很实用 好什么叫48小时法则呢 就像我们看到任何网络的资讯啊 新闻啊 或政治人物的发言 好作者建议邀请你做一件事情 请让子弹飞一下 就是这件事情经过48小时 就是两天之后 你才发表你的想法 请不要在当下就立下你认为的结论 因为很多时候你会误判 你会误判 而甚至就站错了立场 站错立场 所以如果你没办法 很明确的诗辨出这个问题的 很明 一个很正确的角度的时候 他说如果你就当下马上回应 作者认为这叫书家的思维 最好的方式就是能够花点时间沉淀 佐证你内心 以及他们内心的共识和想法 而这概念就是48小时的法则 48小时法则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提醒 也是一个提醒 好延伸他有另外一个法则 叫做二十年法则 好什么叫二十年法则呢 当有人他提出了他的创意 他的想法 他的念头的时候 请不要就给他打枪 说啊你你想这个不可能 因为未来其实没有不可能 未来好多可能 像在二十年前 如果你跟他说 未来每个人都会拿手机在路上走路 所有人都会有透过荧幕去看世界 逛世界 甚至我们又不需要带纸本地图 多数人可以用Google Ear Google地图 Google Map去走路 去行动 完全不会迷路的时候 在过去你完全没办法想象这件事情的发生 可是啊 二十年法则则是不要去否定任何的创意 好奇以及可能的想法 因为未来会充满无限可能 无限可能 所以啊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思维 作者要告诉你的提醒 告诉你的提醒 宜娟就说跟购物一样 要先想三天再决定你要不要吗 其实这也是哦 这也是 所以输家思维和 切入了不同的角度思维 他就有不同的切入点 好例如输家思维则是 自尊等同于我是谁 常把自己的面子挂在第一位 如果自尊被贴了某些标签 就会认为自己是那个标签 可是如果你拥有心理学家的思维 你就会知道自尊是可以放大和缩小的工具 它不是囚禁的监狱 例如你在某些场合的时候 你的自尊放大 可是在某些场合 你的自尊必须要缩小 例如你跟家人在一起 你把自己自尊放得太大 那就会造成很大摩擦 大家都拉不下来 不能彼此顺服 可是如果你在公司 或者在某些立场的时候 你可能要很坚持 某些你认为的价值 所以自尊是可大可小的 自尊可大可小 所以书中有很多案例 他提到说 如果你代表公司去谈判 做简报 你就要放大你的自尊 提醒自己 你跟他们跟你没有两样 你不需要掩饰紧张 或强装自信 而要做真实的自己 把自己放大放高 可是如果你跟别人有意见相齐的 分歧的时候 叫缩小记得至尊 承认这过程当中会不会自己有错 然后还同时 这过程当中去记录 你有多少次 你认为的事情 却后来是不一样的 所以谦逊有助于 帮助你摆脱书家的思维 而书家思维甚至也包括 你总认为事情的真相一定只有一面 可是如果你用艺术家思维 你会发现 如果你缺乏想象力 就会有很糟糕的假设 很糟糕的假设 所以一个问题 它需要有正反 两方不断的矩阵答辩 找出可能的解答 就像刚刚我们丢给大家的堕胎 好 这个都是一个 需要斗过思辨而找到 它可能对你而言 你比较认同的 所以事情很多原因 不像我们真正所想的那样子 它是一个需要 用多元思维来看事情的 多元思维来看事情的 所以多元思维 在这本书里面 它所运用到的是用 心理学家 艺术家 历史学家 工程师 领导者 科学家 创业家 以及经济学家 八种不同的角色 去思辨我们所看到的世界 以及问题 进而你会看见 其实世界的多元性 以及可能性 多元性 以及可能性 好 所以啊 那如果我们现在丢给大家一个挑战 对于20 我们接下来要即将面对2021 新的一年 在这新的一年 你是抱持着乐观呢 还是你抱持着悲观呢 好 那我们就可以试着用多元思维来进行思辨 对于2021的期待 心理学家可能会用另外一个思维点就是 我们必须要抱持着乐观思维 你才会因为我们简称叫币马龙效应嘛 当你有拥有好的期待的时候 你才会看见美好的事物持续发生 所以 这是心理学家的思维 如果对2021的期待 艺术家的思维又会怎么想呢 艺术家的思维可能就会想说 如果我们没办法出去 没关系 那么就是一个创作的一年 我可以在 简居在家当中 作为我的创作爆发的能源 的来源 所以 这是历史 那个艺术家的思维 好 在2021 历史学家又可能会有什么思维呢 历史学家可能会 针对疫情 从历史中看瘟疫 从历史中看世界的变化 而且从历史中找机会 找机会 那工程师的思维呢 他就会思考的是 2021年 当大家都在网络 必须在家工作 或者在家学习的时候 那么软体的需求 工程的需求 就会越发更多人需要 所以 我必须要在这时间点 好好培养我自己的专业和能力 专业和能力 那领导者的思维呢 则会思考的是 2021 我该 揭竿而起 带领我的团队 带领我的伙伴 一起拥有更好的希望 让他们不自灰心 而科学家的思维则是 在这过程当中 如何保护好自己 并且 我要散步 正确的扑普观念 好好保护 例如戴好口罩 例如 如果是要使用签名 尽可能使用的是自己的笔 等等 传播正确观念 而创业家思维 则是会传递的另外一个希望 就指的是2021 在这过程当中 我可能如果面对 很多人会面对财源 或者是 中年失业等问题 这就是一个创业的一年 而且可以透过网络的创业 来创造 我可能的金会 而经济学家思维则会说呢 2021 这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世界经济起起伏伏 而当跌到低点的时候 就是未来机会的来临 因为它就是人们 经济翻身的可能性 翻身的可能性 所以啊 2021 多元思维 将为你看见更多可能 这也是我们在今天 透过这本书 斜杠思考 要送给大家的礼物 和祝福 希望祝福大家 在新的一年 用多元思维去看事情 也同时 如果你现在遇到难题 也邀请你用多元思维 来看你的问题 找到对应的解方 然后当然更鼓励你 为今天那种按赞 并且转分享 透过你的分享 让我们一起 学习斜杠思考 拥有斜杠人生 斜杠可能 所以思考要像全财 或许我们没办法 在人生当中 拥有太多工作 斜杠的工作 可是我们可以拥有斜杠思考 面对问题 人生就会一发精彩 这是与大家在今晚 所分享的内容 也期待明天晚上九点的时候 依然要为你说好书 并且分享更多精彩的故事 晚安 拜拜喽